我们当头炮对方呢 捕一个中向啊 跳马呢 对方跳起转角马 抬横鞠准备针对这只转角马啊 鞠平四 那对方 鞠九平八 进鞠捉马 哎 对方呢 马四进六形成一个转角马 这种布局呢 是放弃中路的走法啊 打一将 对方不是啊 平炮 你如果走马呢 那我炮打底是打双鞠啊 而且我现在还杀士叫杀 对方呢 只有出将 然后我们鞠九进二啊 那对方一看我们的这个中炮比较厉害啊 他走了一个炮八进一 准备对掉中炮 那我们肯定不能对炮了 平鞠一将 他不能进将 进将我们杀士 他只有电炮啊 那然后接下来 我们强行的弃鞠杀炮一将 他如果进将 我们就杀底是叫杀 后边有一个炮啊 他只有支掉 然后再次弃鞠 鞠四平六 对方只有吃掉 记住这里边一定要走一个炮四平六啊 你不能走这炮五平六啊 就先走炮四平六啊 用中炮控制住他老将 不让他进中 他一落势 再走一个平炮 绝杀没解